我国昨天创下10宗确诊病例的新低点之后 今天疫情大反弹 卫生总监南多诺西山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通报 今天单日新增103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累计病例达到7732宗 而在今天新增的患者当中有7宗是境外输入 另外96宗是本土感染 其中的84人是外籍人士 当中53人来自森美兰不乐市感染群 另外24人则是来自一个新的感染群 这个新感染群源自于一家清洁公司 24名确诊病患全部都是孟加拉籍员工 他们在雇主主动为150名员工安排病毒检测师 才发现感染了病毒 这24人当中有20人居住在雪兰娥 刮拉冷月的员工宿舍 另外4人则居住在森美兰汝莱的员工宿舍 他们已经入院治疗 另一方面今天也有66人痊愈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6,235人 占确诊总数的80.6% 好消息是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死亡人数维持在115人 占总病例的1.49% 5人 5人 全部都被消失了 4人 23人 5人 4人 4人 7人 7人 5人